近日首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上海举行 台湾知名人士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在活动上表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目标 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 郁慕明指出年轻人特别是台湾年轻人需永担重责 青年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所以青年人的担当是我们所期待的 担当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是年轻人的责任 是你们的担当 也是你们未来的辉煌 作为台湾年轻人的一员 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理事长王震认为 当前台湾已经走到了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 面临非常多系统性的社会问题 比如贫富差距 社会不公 治理势能等 而这些问题只有在两岸统一后才能得到系统性解决 每到一个觉醒的年代的时候 大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其实都要有一批的觉醒青年去引领的时代潮流 那今天我们也是需要有一批觉醒的青年来带领台湾的民众 号召更多的青年集体觉醒 那么实现我们的国家统一 台湾资深媒体人黄志贤认为 台湾人不可以成为外国势力用来对付中国的棋子和刀子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的人啊 那怎么可以让别人把我们分开呢 而且你说台湾的人的梦想 当我们想要去探索星辰大海的时候 台湾人的梦想没有落实在大陆的土地上 台湾的梦没有在中国梦里面 怎么可能会实现那个梦呢 台湾劳动人权协会总干事王武朗表示 台湾年轻人必须把自己的人生目标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 要认识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与之息息相关 我们必须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到台湾人民的福祉 还有台湾年轻一代他自己的前途利益 是跟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然后号召他们认识这个历史主题 然后参与各项两岸的交流合作 然后两岸的和平统一运动 乃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各项活动 感谢观看